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谷间缭绕的吹烟 让人心旷神意 扎嘎纳由四个村寨与一个藏传佛教寺庙拉桑寺组成 暗山市从低到高依次为东湾村 夜日村 达日村 戴巴村 拉桑寺位于东湾村北侧海拔较高处的山坡上 是扎嘎纳的制高点 四个村落皆依山而建 原生态的藏式踏板逢曾叠错路 与森林 农田 河流 石 山交相辉映 居民以藏族为主 据称是土藩第32 朝顺赞干部的后裔 扎嘎纳的发现 与一位美籍探险者有着密切的关联 90年前 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 地理学家探险者约瑟夫洛克先生深入扎嘎纳 住了很长时间 还穿越了扎嘎纳周边的诸多峡谷 约瑟夫洛克先生在迭部发现了至少十种云山术 而中国全部云山也只有18种 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并留下许多宝贵的照片与文字 这些文字与照片 后来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为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提供了素材 并将万里之外人们的目光 引向这个被遗忘的小角落 在1876年到1928年的半个世纪里 到达中国西北部的外国探险队 有42支支度 然而能深入到甘南迪部的 时有洛克一人 此后 人们对于书中香格里拉的寻找从未停息 在约瑟夫洛克先生将人间先进扎杆纳 推介到西方后的90多年后 2017年辅田 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舞剧组来到了这儿 又一次向世人推荐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五位明星父子在扎杆纳度过快乐难忘的48小时 浓浓的藏绿风情 让他们毕生难忘 来扎杆纳旅游玩什么呢 扎杆纳最佳旅游季节是7月和8月 散布于村落间翠绿的青棵田 与金黄的油菜花 潺潺的溪柳 成群的牛羊 构成一幅天然山水画卷 所谓是外逃 原就是如此吧 即便是在最热的夏天 平均气温也就18度左右 白天最高不过25度 是一块风景绝佳的避暑圣地 可以起码途不逛村寨 如爸爸去哪儿里面拍的那样 起码游玩 可以去拉三四转经 圣洁的白塔 藏红的木架 金色的四顶 色彩斑斓的走廊 和善虔诚的喇嘛 藏传佛寺的异域风情 在扎杆纳的映尘下 显得更加静谜神圣 还可以入住藏式民族 品尝传统的藏餐 除了传统的三把和酥油茶 扎杆纳的绝麻猪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当然 要看到最极致的风光 那么必须走一走这条从扎杆纳到邻居卓尼县的穿越路线 从扎杆纳的伊瓦村厨房 穿过扎杆纳石林 到东台 到卓尼县的大玉沟岐步峡 全程有80公里 要翻过五个海拔四千以上的压口 十三个海拔三千五百以上的压口 需要四天 沿途经过峡谷 雪山 森林 牧场 河流等 以构造风林地貌 冰川地貌 盐龙地貌为主要特色 美不胜手 2009年11月 扎杆人们入选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 中国国家地理给出的扎杆纳山入榜形与世 扎杆纳山 山是齐隽 景色优美 犹如一座规模宏大的石头宫殿 这片是外桃源 虽然早在百年前就被落个玉梅亚当和小瓦的诞生地 但至今仍是一块处女地 2016年12月 在湖北省恩施州举行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事 继山地户外运动发展推介会上 扎杆的景区到卓尼县大玉沟的山地穿越赛道 或中国登山协会最美高原赛道奖 2018年2月 扎杆的地质公园 被国土资源部授予第八批国家地质公园美誉 文图那蓝小鱼